創世華山仁安策略聯盟的 第34屆韓式吃飽三食送禮到家 包含颱風金馬22個縣市 動員大約900名同仁與義工 把豐盛好禮與祝福紅包 送搭給全台13000多名若是朋友 讓他們感受社會溫暖 第34屆韓式吃飽三食送禮到家 其實我們是從34年前 30個便當開始 早年我們都是透過辦團圓業的方式 希望在年前給這些弱勢的家庭 有一個團圓的感覺 因為這幾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改成把這樣子的 有年味的佳餚跟祝福的紅包 送到我們的個案的家裡 今年我們也是以這樣的考量 把年禮跟紅包送到個案家裡 但是我們也是期待有一天就是整個疫情都可以真的比較沒有這個傳染上面的考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恢復我們以往的團圓宴的方式 但是今年呢我們預計全台在今天同步把這樣子的年禮跟紅包送到 一萬三千兩百五十個我們的主人家庭 獨屬居長輩以及街友及單親媽媽的手中 讓他們能夠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讓他們能夠有充實希望 影響一個新的人生 清潭國小的五獅屯三隻小獅子熱熱鬧鬧 興高采烈的捂著獅頭 歡天喜地慶祝創世華山仁安策略聯盟的第三十四屆韓式吃飽三食送禮到家活動 熱鬧開場 我小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小朋友都好小 然後還可以表演得這麼有活力這麼有精神 非常謝謝大家 很謝謝我們今天創世基金會在場的我們的吳主任 還有我們的黃組長 也特別謝謝創世在這個過去 已經今年辦到三十四屆 而且能夠持續剛才吳主任告訴我 這一次是有六萬多名的贊助者 來幫助我們共同募集了一萬三千多份的物資 一起 然後而且從今天開跑 全省就是送到家的服務 說實在的 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相當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臺北市從今年是二月六號 我們每年也都有辦送年菜的活動 我們今年是二月六號要開跑 我們募集了兩千多份 也是跟這個民間團體一起合作 那我們也有結合很多的民間團體 一起就是很壯觀 在我們那個周邊會有非常多的車子 他們就一起開跑一起送到家 非常謝謝 我想不管是今天的活動或者是在我們市府的活動 一樣都是透過公私協力來關心我們的弱勢的朋友 在這裡我除了感謝之外 我們也要祝福我們所有的現場的好朋友 以及我們的弱勢朋友們 大家一起攜手 即便在冷的寒冬 有我們的溫暖與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會生活越來越美好 其實我們在去年大概年中的時候 就一直希望說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延續以往的 辦團圓夜 團圓就是辦桌的這種形式 但是因為大家也都有關注到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最安全的考量下 不要有一些傳染的疑慮 所以呢我們還是想說今年先以這個送禮的方式 但是在明年大概過年前呢 其實我們也會持續 其實我們每年要籌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都需要花費將近六到七個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從今年開始 我們的創辦人就不斷在提醒 我們要隨時關注整個政府的一些相關政策 配合政府的一個政策 來積極提前做一些規劃 希望在最安全的情況之下 可以恢復到以前辦團圓夜的感覺 我們希望能夠借著這個來拋磚引玉 帶動社會各界共襄盛舉 愛心送暖 能夠來幫助這些老窮殘 還有弱勢族群 從疫情開始 韓式吃飽餐時半週年夜飯活動 就改成送禮到家 但一樣有滿滿的菜色 並且真空保存 不受空間地域限制 隨時都可以享用 年後的植物人服務一樣不間斷 盼大眾點滴支持 讓關懷持續不止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歡迎